老板私藏的红酒按照比例倒入盘中 让桂圆都能吸到酒箱 接着再和豆沙一起搅拌 就是经典内馅 张花鹿港肉包老店平常要做肉包 但到了中秋节 业者就会兼做传统月饼抢秋节商机 老板说其实老店最早就是卖中式习品起家 长大接手家业后才改卖肉包 会做月饼只是重回老本行 我爸爸的时代在乌饼 就是当东方遇在西方 就是把这个食材的特色 能融合起来做出最棒的月饼 很浓的豆沙香然后有红枣 还有点点酒味蛮好吃的 丁基内馅做月饼口味特殊 也吸引一票铁粉每年敲碗品尝 另外张花窑烤披萨师傅 研发改良版的蛋黄酥 蛋黄酥刚刚出炉看起来酥脆可口 师傅本来烤披萨现在变成烤蛋黄酥 中秋节前大爆单一批一批烤不停 老板更是大有来头 爷爷是前总统蒋介石时代的火房高品师傅 因为阿公是蒋中店的时代 所以说那个配方就是由阿公那边留下来的 透过奶奶把阿公的好手艺传承下来 已经是第三代了 其实他的口感不俗就是比较大厂牌的 然后又经济实惠 过中秋吃月饼卖包子的烤披萨的 也来斜杠拼高下抢工庞大的月饼市场 明日新闻许家城林乌华张化报道